I made you look And once you get a taste 由羽生國小小朋友 帶來精彩的國標舞 及K-POP舞蹈 炒熱現場氣氛 今年教育局以探索為主題 規劃83處上百場活動 副市長林憶華表示 這次的活動 就是將整個台北市 變成一座大教室 讓小朋友可以盡情探索 思考選擇喜歡的活動 那這次當然兒童樂 我覺得主題選得非常好 我們的主題選得其實都是 非常有教育理念 也是告訴大家 整個教育的大趨勢 以前在我們小時候 都是什麼都有標準答案的 但是現在不是 現在所有的要自己去探索 所以今天這個主題 我們叫台北探游巡同去 但是最重要講到 整個台北市就是我的大教室 告訴孩子就是 我今天就可以到處去探索 然後我在裡面可以自己去觀察 自己去思考 然後自己去選擇我自己所喜歡的 所有的活動 所有的場館去參加 所以我真的覺得這個設計要非常謝謝 我相信每年的兒童樂 大家都要繳盡腦汁 可是剛剛在剛剛那個歌曲裡面 很好 你看什麼事情我們要有勇氣 我們要試試看 對孩子來說 其實現在就是要鼓勵他們 逐夢 但是這個夢呢 設定了目標 這個目標呢 我們要有勇氣 給他達到 好那這就是要給孩子 現在很多很多不同的 在不同時代 還有不同的一個素養跟能力 包括說現在真的 我們如果為什麼要不斷探索 因為我們不斷探索 如果沒有探索的能力 我們會停止學習 在現在這個世代裡面 是沒有辦法停止學習 我們必須要不斷的 跟著時代的腳步再進步 所以探索能力 變得真的就是一個 從小到大 我們必須要來具備的能力 再來還有一個一定要有能力 就是閱讀的能力 其實現在我不管是學什麼的 一定倒有閱讀能力 所以閱讀素養 從小的培養 那這一次呢 我們就12個出版社 謝謝大家 跟我們12個圖書館 我們也會有跟作家的一起的 不管是座談啊 或是來共讀 做親子共讀 我覺得這都是非常非常棒的 在這親子樂的活動 那尤其閱讀呢 除了素養之外 也是一個探索 喜歡看什麼書 其實大概就可以知道 孩子的興趣在哪裡 所以我覺得各方面 都是結合了很多很多教育理念在這邊 2024台北兒童月正式啟動 活動遍布12個行政區 包含運動中心 親子館 市場 特色場館 並且每區都有親子電影院 還與出版社合作 在12區市立圖書館 辦理與作家有約活動 記者會現場也有與生活小小朋友 以短劇的方式介紹活動內容 邀請小朋友一起來參加 今年台北12個行政區都有不同的活動 有定向越野 賞銀 還有攀樹 哇 好多好玩又有趣的體驗活動耶 真的耶 雅米莉 你想報名參加哪一個活動啊 嗯 我喜歡運動 所以我想參加電向越野 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可是我喜歡電腦 所以我想參加現在最熱門的AI智慧教室 讚喔 欸 你看 今年還有親子電影院 晚上可以和家人一起在學校看電影 超酷的 我一定要找我爸媽一起去 不只這樣 還可以在台北進行城市探索小旅行 台北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喔 喔 說來聽聽 台北12個行政區都有圖書館 博物館 親子館 運動中心 市場 數不完的特色場館 等著小朋友們去探索學習喔 還有一個我最愛的 就是去台北12區的菜市場 在那裡可以吃豆花 買紅豆餅 吃包子 哇 帶有優惠 可以認識市場 還可以在手冊改章換禮物喔 沒錯 你終於說到重點了 今年台北兒童院 在12個行政區的學校 圖書館 博物館 市場 運動中心等場館 都有好玩的活動 跟著小朋友來參加 記得 一定要帶探索手冊 不但有優惠 還可以在手冊改章 擠滿9個印章 就可以在4月27日兒童月主活動當天 換抽獎券 抽大獎喔 好期待喔 4月趕快來啦 我們可以拿著探索手冊到處吃喝玩樂 蛤 我是說到處探索學習啦 我跟你說 4月27日星期六 在台北流行音樂中心 有很多精彩的表演 有頭髮穿上的魔法精靈 還有 我知道 還有愛唱歌劇場的專業演出 告訴大家 在4月27星期六的當天呢 我們會帶來一系列 謝辛子老師的經典歌曲 透過手語 遊戲 還有律動 帶大家進入一個幸福的音樂國度 沒錯 愛唱歌劇場 經典親子音樂劇 小熊和青鳥的陳氏立仙 會在4月27號的主舞台現場 演出60分鐘的特別版本 大家期不期待呢 期待 而且不只這樣喔 除了主舞台的表演 第二表演現場 還有陳維林 艾莉老師帶來的 零距離玩樂律動 喜德的森林冒險 歡迎大朋友小朋友 跟著艾莉老師 還有喜德 一起開心玩音樂 兒童月還有許多好禮集優惠 每週舉辦一次線上抽獎活動 只要是台北市公司立國小 及幼兒園學生 都可以參加抽獎 獎項包含筆記型電腦 遊戲機 積木組合等 要帶給小朋友好玩有趣 充滿歡樂的兒童月 記者聯席會 台北報導